我们今天也讲讲埃及的塞赫梅特女神 讲什么呢 塞赫梅特女神脑袋顶上这圆盘 这其实是什么呢 塞赫梅特是太阳神的眼睛所画 所以脑袋上顶着太阳圆盘 是对太阳神的一种崇拜 但某些网红居然把它讲成了 这影响了希腊 希腊又影响了佛教艺术 这是没看书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希腊的光环最早是出现在 对阿波罗的描述上面 然后有考证说 有可能是受了仙教 也就是所谓拜火教的影响 是来自于波斯的 而佛教的背光 早在公元前1500年 在等于说什么呢 印度当时的宗教当中 已经出现了这种背光 后来它影响了佛教 而且佛教的背光 和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佛教的背光呢 是讲究的佛像 眉间有白毫的一种体现 周身之光呢 是32样的 32像当中的一丈光像 所以呢 有些东西呢 没有定论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胡联想 胡说八道 多看看书 才能了解到更多 准器 再来 podéis concealer 五 六 好